传道书第十一章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要来看传道书第十一章 一到十节 你知道耶稣基督是奥秘的掌权者吗 你知道主耶稣也是可谓的审判者吗 即便我们现在已经是科技很发达 一选昌盛 人们可以上山可以下海 可以飞天也可以遁地 但是世人所知道的海洋的奥秘 能然是只有一点点 对宇宙的认识也依然是很有限的 对于招呼主的奇妙可谓 您又认识了多少呢 传道书十一章一到十节 当将你的粮食洒在水面 因为日久必能得着 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 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淋到地上 云若满了雨 就必倾倒在地上 树若向南岛或向北岛 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 看风的必不撒种 望云的必不收割 风从河道来 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 你尚且不得知道 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 你更不得知道 早晨要撒你的种 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 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 或是早洒的 或是晚洒的 或是两样都好 光本是佳美的 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 人活多年 就当快乐多年 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 因为这日子必多 所要来的都是虚空 少年人啊 你在幼年时当快乐 在幼年的日子 使你的心欢畅 行你心所愿行的 看你眼所爱看的 却要知道 为这一切的事 神必审问你 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 从肉体克去邪恶 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 都是虚空的 各位弟兄姐 我们来看一节到五节 是全能的神在掌管一切 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 现在所有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靠着我们自己努力打拼得来的 表面上看起来是没有错 但我们不知道的是 背后有一双手 为我们做好的各样子的准备 若不是这一位全能的主宰 掌管一切 我们什么也不是 什么也得不着 既然我们从神得着一切 我们可以学习怎样子 施比受更有福 有给人的 也必有给我们的 把我有的分享出去 虽然看起来好像我们没有了 但神还会继续供应我们所需用的一切 救鞋救命的负责人杨佑任弟兄 他看见非洲有许多人被绞急所苦 有需要鞋子给他们穿 他就去募集了许多的鞋子 把他各个的客厅都堆满了 当这些鞋子送出去了 又有一堆一堆的鞋子涌进来 这些鞋子帮助了当地许多的人脱离的痛苦 我们一方面为自己有鞋子可穿感恩 但我们也去顾念那些有需要的人 我们能力虽然有限 但我们大家都一起学习 分享一点点出去的时候 累积起来力量就是大的 现在我们有能力去帮助别人 我们就尽力去做 不知道哪一天哪一个时候 可能变成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 如果我们大家都愿意这样分享 这样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我们就是不孤单的 加拉太书六章说到 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当我们心里面存着善良的意念 满意出来的就是善良 就好像云 它里面的水汽满了以后 变成雨掉下来一样 雨水滋润的大地 正是地上的动植物 以及人们所需要的 在世人的生活当中 往往有许多出人意外的事情 往往不是照着我们所计划的去进行 雨下的太大 雨下的太多 雨下的太急 就会变成水灾 地壳释放能量 地动得太厉害 就有了大地震 有的地方有水灾 有的地方却是扒不到水 成为旱灾 还有其他的大自然的灾害 都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意料 我们能做的就是提前做好预防以及准备 虽然如此 过游不急都不好 不预防不做好准备 事情临到的时候 可能我们会错所不及 但若是我们想太多担心太多 这个也不敢做 那个也害怕 往往会变成错过了 该做正事的时机跟工作 水果如果熟了 不把它采收下来就会烂掉 如果我们跟客户约了见面 错过与客户见面的约会 签约的就不是我们 我们现在有了气象学 我们看气象图 我们就会知道风从哪里来 我们有妇产科医学 我们从超音波 我们也知道胎儿在妈妈的 渡户的当中成长了清醒 但是在几千年前的人们 他们可不知道 我们好像知道了一些 因着这些科学医学 我们了解了一些 但我们不知道的还有更多 这些都是从神来奇妙的作为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来看六到十节 从六到十节 我们看见 虽然有许多事情是我们不能掌握的 但我们每一个人还是要为我们自己所做的来负责 虽然我们有许多的不知道 但这些不知道 不可以成为我们不努力 不工作 或懒惰的借口 就算我们做了 我们可能会失败 但这些失败是我们下一个成功的成本 当我们累积了经验和实作的体验之后 我们离成功就越来越近了 有许多的事情是需要做的 才会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有必要的话 我们去做就对了 其他的我们就交托给神 让神来帮助我们 这个世界若是少了光 大多数的生命都没有办法存活 光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中的光 给予我们需要 给予我们一切的养魂和供应 让我们可以享受在神创造的当中 所以我们要趁着还有气息 紧紧的来依靠主 我们努力打拼 享受神赏赐给我们的美好人生 我们一方面要把握当下 活在主的同在的当中 另外一方面 我们要思考永生的问题 将来的日子 会比我们现在还活着的几十年的岁月 还要长上很多很多很多倍 面对死亡 我们要做好正确的抉择准备 当我们年老力不从心的时候 我们才不会后悔 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 我鼓励你现在就接受耶稣基督 成为你生命中的救主 成为你永远的帮助 若是你已经成为神的儿女 鼓励你更多的渴慕 追求神的同在 让圣灵引导你走在永生永活的正路上 有一句话要送给年轻人 以及神的儿女们 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 这里说 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 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 追求公义信德 仁爱和平 我们不要忘了讨神的喜悦 我们要有节制的及时行乐 把握光阴 以及有限的岁月 与主同行 同坐主公 那是更好的 当有一天我们来到主的审判台前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主已经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事 所以我们还活着的时候 我们要更多亲近主 主必亲近我们 主也要拿走我们心中一切的筹缓 没有主的同在 或者是说没有进入主的同在当中 人的一生都是虚空的 都是不真实的 是虚假的 是没有盼望的 唯有让主耶稣基督 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的当中 让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 我们一切就有了真正的价值 亲爱的朋友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要做怎样子的一个选择呢 你要选择做智慧的人 还是选择做愚昧的人呢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让我们来到神祢的面前 让我们把握今天 把握现在 活在主耶稣基督同在的当下 让我们做主 祢要我们做的事情 让我们把我们的计划 能够放在神祢的计划当中 让我们把它放在一起 让神的计划 与我们的计划重叠在一起 好叫我们所行的 正是神祢所乐意所看见的 我们感谢祢 赞美祢 愿我们的生命 是在神祢悦纳的当中 如此感恩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